輕速變可以減重? 醫生告訴你別傻了 網友小蘋果經常便祕 出現排便不順的情況 他看到市面上很多標榜體內環保 輕速變的健康食品 聽說樹變清乾淨後還可以減重 咦?真的假的? 台大醫院直腸外科組織醫師黃約翰 則就來替大家解答 不少人認為體內多少都有速變 要輕乾淨速變體內環保才健康 但事實上根本沒有速變這種東西 人體腸道內有一層黏膜會分泌黏液 幫助排出所有糞便 因此腸道每天都會清空 糞便不會卡在腸道內 也不會有所謂的成年老變、速變等 那速變這說法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黃約翰表示 應該是廠商為推銷產品 宣稱速變造成的危害 輕速變可減重 事實上都是畫素 腸道的構造很好 只要多吃蔬果攝取足夠纖維質 排便順利就能清除糞便 不建議仰賴 宣稱輕速變的健康食品 此外 現在流行吃益生菌飽腸道健康 黃約翰說 事實上人體腸胃道 並沒有特別的豪菌或懷菌 而是與健康狀況有關 只要均衡飲食 就能維持均衡腸道聚落 因此也不鼓勵吃膽胰菌腫的益生菌